本期用来了解一些汉代的物价情况 以及雇佣阶层的工资水平 在各种物资中 对维持社会运作来说 粮食是最重要的部分 粮食价格的稳定 在相当程度上就决定着一个社会的稳定 我国在很早的时候就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 史记《获值列传》说春秋时代的越国 最早提出了对粮食价格进行宏观调控的问题 所谓上不过八十下不减三十 当时认为把一旦粮食的价格 控制在三十钱到八十钱之间 是对社会各方面发展都有利的 再之后就出现了官方粮食定价 比如秦国就明文规定 粮食的价格是每旦三十钱 秦国的重量单位分为五级 从小到大依次是 粮 粮 金 均 蛋 其中二十四粮为一粮 十六粮为一斤 三十斤为一均 四均为一蛋 从出土的秦代标准量据来看 一斤约等于253克 那么秦代的一旦 它的重量就应该是三十千克上下 西汉继承了秦代的重量标准 一斤的标准重量也在250克上下 而东汉时期因为测量方法的变化 一斤的标准重量比之前有所减少 在220到240之间 相应的 蛋的重量也比秦和西汉时期减少了大约10% 汉代包括西汉和东汉绵延了400年 汉代的寿命和疆域都超过了秦代 也因此汉代的粮食价格也存在着比秦代更剧烈的变动 在楚汉战争的对峙阶段 战争造成粮食价格达到了每蛋1万钱 而随着战争结束到文景时期 粮食价格又下跌到了每蛋十几钱 经过几十年的时间 西汉的粮食价格在汉武帝时期才稳定下来 最后停在了每蛋几十钱的水平上 西汉粮食价格的最低点出现在汉宣帝时期 汉宣帝即位不久 粮食的价格就下降到了每蛋5千 这个价格没法持续多久 到汉原帝即位的第二年 也就是公元前49年 粮食价格就上涨到了100千以上 一些受灾的地区粮食价格甚至超过了400千 然后这个价格就再也没有掉下来 七年之后 关东地区的粮价就涨到了500千 就连长安的粮价也跟着涨到了200千 再然后粮食价格更是一路飙升 到亡亡涨全 粮价就突破了2000 后来西马王朝灭亡 粮价更是上涨到了需要一金黄金才能换一袋粮食 等东汉再次统一全国 局势稳定下来之后 粮食价格又开始回落 到汉民帝时期降到了30千的水平 秦国的官方粮食定价是每单30千 西汉是133千 东汉的是100千 看上去似乎东汉的粮价更低一些 不过事实正好相反 汉民帝时期的每单30千 就是东汉粮价的最低点 从之后的汉河地开始 直到汉摩大乱 东汉的粮价就经常性的在1000千左右的高位浮动 上面所说的粮食价格包括了素 大米和小麦 其中在多数情况下 是以素的价格来作为粮食价格的标杆 上述汉代粮食价格的变化只能算是一种粗略的概括 更多复杂的信息无法全部体现出来 不过边境州郡比内地的高 关东的比关西高 东汉的比西汉高 大致可以算是汉代粮食价格变化的一个趋势 凭借现在已有的资料 还不能精确地统计出汉代的平均粮食价格 从目前相关专业论述给出的估算数据来看 在一般的和平状态下 西汉的粮价水平维持在了两位数 东汉的粮价水平则维持在了三位数 从粮食价格与相关历史事件的关系来看 在汉代 粮食价格的警戒线是每单200钱左右 当粮价超过了200钱 说明农业出现大面积欠收 发生饥荒的可能性再增加 而如果粮价超过了300钱 则说明饥荒已经形成了 汉代粮价的情况大致就是这些 下面我们来看看其他的部分 1.土地价格 在此我们直接来看中国经济通食给出的数据 在中国经济通食秦汉卷 西汉时期的土地价格 没有水利灌溉设施的低产田 最低售价在三四百钱左右 而比低产田更差一些的 价格也可能只有几十钱 而附带有水利灌溉设施的田地 一般的售价在1000钱到2000之间 更好一些的 比如特别肥沃或者具备商业价值的 每亩的价格也可能超过3000 到了东汉不仅粮食价格比西汉高一些 土地的价格也超过了西汉时期 在东汉最差的田地每亩的价格也要在500钱以上 中等田地的捐价也涨到了2000 更好一些的则超过了4000 2.牲畜的价格 首先是马的价格 在汉代的各种历史资料中 马匹的价格是差异很大的 从万钱到5万钱 20万钱 甚至200万钱不等 现在一般认为 在通常情况下 汉代的马匹市场可以分为两个部分 边郡和内地 边郡的马匹相对便宜一些 根据马匹质量的不同 均价应该在2500钱到1万钱之间 而在内地的马匹市场上 价格就要高一些 均价要在5000钱以上 至于历史中出现的 每匹几十万钱 甚至几百万钱的记录 应该是一种特殊时期的现象 相对于马匹的价格 从记录上看 牛的价格似乎更加扭曲 在最高的估算中 一头牛的价格可以达到45000钱 在此 我们比较认同九张算术 与汉代经济社会里所做的推算 即 汉代一头牛的价格 应该在1800钱到4800钱之间浮动 说完了牛马这些大圣口 我们再来看看其他动物的价格 羊的价格 从250钱到1000钱不等 猪和狗的价格比较类似 都是从200钱到600钱不等 相对来说鸡的价格就便宜很多 只有20钱到70钱不等 而鱼的价格就更便宜了 一条鱼的通常价格 只有1000到7钱左右 最贵的也不会超过80钱 三 奴币的价格 汉代奴币的价格和粮食价格一样 也呈现出一个持续增长的趋势 西汉的奴币均价在15000钱上下 而到了东汉 奴币的均价就上涨到了4万钱左右 4. 盐的价格 关于汉代的盐价变化有两种观点 一种认为 在汉武帝推行盐铁专营之后 西汉时期美弹盐的价格在60钱到160钱之间 刚好是粮食价格的两倍 盐的价格也是随着粮食价格的变动而变动 到了东汉时期 盐的价格就变成了粮食价格的5倍以上 另一种观点则认为 西汉、东汉包括后来的三国时期 盐的价格都是粮食价格的5倍以上 期间并没有大的变化 5. 房子的价格 汉代的房子也存在由于位置不同 而导致价格差异巨大的现象 结合九章算术 居盐汉检世文合教和金石翠鞭这三个方面的资料来看 一般的居民住宅的价格在3000钱到7万钱之间 汉代的物价就先说到这儿 下面我们来看看汉代工薪阶层的收入问题 比如政府雇员和佣工 汉代的官僚体系从百旦到万旦被划分为15个等级 后来十六国时期的历史学家寻措 他在《近百官表著》里列出了一份汉代各级人员的工资单 汉代政府雇员的月薪是现金和粮食各占一半 在这里我们主要来看看其中的现金部分 这里的百旦属于相及负责人 比如有志三老就是百旦 相对于政府雇员来说 普通的雇工才是构成汉代工薪阶层的主体 汉代的雇工就业方向大体分为两种 一种是给政府打工 一种是给其他私人打工 给政府打工是参与政府的各类工程建设 比如汉城帝时期治理黄河的工程 就有大量的雇工参与 事情结束之后 政府给他们结算的工资是每个月2000钱 雇工给私人打工 根据工作种类的不同 一个成年劳动力每天的报酬 大约在10钱到30钱之间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主要内容 之所以列举汉代的物价情况 和相关群体的工资水平 是希望能够帮助我们 更全面地理解汉代某些历史质件 或者某些历史故事 比如在西汉晚期 有一个名人叫 严君平 他是今天的四川彭州人 这个人靠在当时成都的大街上给人算卦为生 每天挣够100钱就不干了 然后把帘子一拉就开始给弟子们传授老子 汉书给他的评价是属人爱静 严君平的事迹不用多做评价 不过需要我们稍加注意的是 每天100钱的收入 大约是汉代雍工群体平均工资的两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